应西班牙众议院议长波萨达的邀请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当地时间23号 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开始对西班牙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当吴邦国和夫人张瑞珍乘坐的专机 抵达马德里托雷红军用机场时 西班牙众议院副议长蒙塞拉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朱邦造等到机场迎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 李建国等也同机抵达 吴邦国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说 中西友好远远流长 建交近40年来 两国关系稳步发展 特别是2005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 政治互信不断增强 经贸合作成果显著 人文交流蓬勃开展 在彼此关切的重大问题上相互支持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合作 他表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此访一定能够达到巩固友谊 增进互信 扩大共识 深化合作的目的 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注入新的活力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当地时间24号 在众议院大厦 与西班牙众议长波萨达举行会谈 吴邦国说 中方感谢西班牙在台湾 西藏人权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给予的坚定支持 赞赏西班牙积极推动欧盟 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解除对华军售禁令 中方支持西班牙为稳定金融 和恢复经济增长做出的努力 相信西班牙一定能克服暂时困难 中方也愿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他强调 明年将迎来中西建交40周年 中方愿与西方保持高层互访 密切政府 议会 政党之间的往来 加强在贸易 农业 交通 通讯 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活跃在文化 旅游 教育等方面的交流 加强在联合国 20国集团等 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 推动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不断向前发展 波萨达完全同意 吴邦国委员长对两国关系的评价 他说 西班牙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无论国内政局发生什么变化 这一政策都将长期坚持 不会改变 西班牙新一届政府和议会 愿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合作 继续做欧盟内中国最坚定的支持者 西方感谢中方提供的帮助 中国朋友的支持 坚定了西班牙战胜困难的信心 他重申 西班牙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在谈到议会关系时 吴邦国指出 要充分发挥议会交往的独特优势 就治国理政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不同文明对话等共同关系的议题 开展实质性交流 相同观点的问题可以谈 有不同看法 甚至分歧也可以谈 以增进相互了解 扩大合作共识 不断巩固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 中国欢迎西班牙企业 扩大优势产品 高新技术等对华出口 支持中国企业积极开拓西班牙市场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兼秘书长李建国等会谈时在座 吴邦国是在圆满结束 对卢森堡的正式友好访问后 于当地时间23号下午离开卢森堡的 离开时 莫萨议长 卢森堡驻华大使等卢方高级官员 中国驻卢森堡大使和使馆工作人员到机场送行